出门之前再录一段视频 一会儿打比赛 今天是星期天 这个想上来说一下什么呢 就是关于 嘎腰子这个问题 我记得在之前的视频里面已经说过了 泰国它不嘎腰子 有人说泰国是 人体器官的贩卖中心 这个话不知道怎么传来了 但我知道东南亚的确是有这样的中心 但绝对不应该是泰国 那即便是泰国就是嘎腰子 就能说出这种话的人 我认为你的腰子别人也不敢用 因为腰子看好了脑子不好 所以这个就是简单做这样的一个回应 然后今天拍摄的视频 我换了另外一部手机 我换了华为的手机 因为苹果手机没电了 然后华为有一个特色 就是自带美颜 不是我自己开的 然后呢 除了自带美颜以外 它的前置摄像头还是广角的 所以这样的话 看出来的面积就更大一点 然后 因为临时拍马 急着要出门 所以简单的回复几个评论区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有要跟我炒股票的 大哥你别跟我炒股票 好吧 我自己都亏的不要不要的 你哪怕是跟我反着买 你怎么知道我买的就是在山顶呢 对不对 你指不定是在山腰 所以说底部永远还有地下室 股票我肯定不推荐 而且呢 一般视频没有执照的人 是没办法去说股票这件事情的 不然的话 对吧 不单单是封号的这个问题了 指不定就被抓进去了 这个是关于股票的一个回复 然后第二个问题 问的比较多的 就是 要微信号的 就是你们在留言给我的时候 就不要发自己的微信号 或者是你发微信号没问题 你就单独发一条好不好 不然的话 我需要做很多工作 就是每天的评论回复非常多 然后私信也非常多 我需要把你们的文字复制粘贴出来之后 然后把文字去掉 然后再导入到微信搜索栏里面 才能加 这个好麻烦 所以一般你看 我如果简单的微信号 我就直接加了 这复杂的带有文字的 我一般就是会把我的微信号拔给你们 另外 值得注意的是 我的国语 虽然现在有退步 但是我认为并没有差到 那么差的程度 我叫张晴 知乌肮脏 工长张 不是江 就有大概十几二十个人 叫我江苏 这个统一叫我江苏的这个兄弟们 哪儿的地区是Z和J不分的 因为你看像福建对吧 HF 不对 湖南 湖南HF是不分的 福建是什么 不对 福建FH是不分的 飞机和飞机嘛 对吧 湖南的话是 房总 也是HF部分的 因为以前有一个姓黄的 他们都是念成姓房的 不管了 就 我姓张 然后 要来请我做向导的 请我吃饭的 做向导我就不做了 年纪大了 我玩不动 可以告诉你们去哪儿玩 但是你要我带 除非我们关系非常好 我可能会带 不然的话 萍水相逢 我真带不动 而且我为什么会说 关系好才会带 关系不好 或者是关系普通的话 不带 是因为 正如网上 比如说你们现在在看我视频 我说巴蒂亚公寓不好 然后巴蒂亚公寓 这个公寓价值多少 比如我瞎说 好吧 20万人民币 结果你碰到另外一个良心中介 人非常好 对吧 我们有一说一 服务也非常好 但是他报出来的是25万人民币 结果你就会觉得别人是坑子 骗子 因为张书说20万 但事实上我还是那句话 我说的所有的话 它是有时效性的 而且不代表权威 就是我可能只是认为 这个价值是20万 事实上可能市场价 没有这个价格 所以说 反之也是一样 就我带你玩呢 首先我要AA 我得浪费钱 对吧 其次我不喝酒 你和我玩 也没太大的劲儿 最多我就是帮你做翻译 搞气氛 诸如此类 那我又不是 巴巴嫂 对不对 这还得负责这个工作 再有呢 就是如果说我帮你 完成了你想要的 这些一系列的事情 包括我帮你 找完女孩子陪你 要是服务不好 你说我坑你 要是价格你认为贵了 比网上贵了 你会觉得我拿回扣 所以关系不好的 或者是瓶水相逢的 咱就不要有任何的经济来往 你就去玩你的 好吧 我不陪玩 然后关于吃饭 我也说了 这个 这个都是中国人的套话 对不对 那就是 兄弟下次见面请你吃饭 哇操 这话我听了不要不要的 但是事实上呢 能吃上饭的呢 并不多 再换句话说 这饭我愿不愿意吃 这又是另一说 对吧 至少最近 两天 有两个朋友 叫我去吃饭 有网友 我说是拒绝的 你说我和你又不熟 我赔 就是这个 我算三赔嘛 赔你吃个饭 然后向我 要向我取取金 大哥 我又不是女的 哪来的金啊 对不对 我也不是佛祖 你朝我取什么金 没必要 你就玩好你的就行了嘛 如果你有特别的这个需求 你就直接说 直接问 那我也知道该怎么样带你 带你出去玩 你要告诉我 哎呀 我们就是聊聊呀 我来这里又不是为了啥 不为了啥 你他妈的刚开始说为了啥 后面见了面说不为啥 你这是为啥呀 实在搞不懂 对不对 所以说 这类人也就 实在碰得太多了 你们要知道 几千号人 对吧 在这里作为诸金办主任 见过的人 也实在太多太多了 我就不浪费烟了 我吸一口行吗 最后我想说 我很多人问我 那个油管有没有号 或者是推特有没有号 这些我都有 但是我没有分版本做 没有分版本做的原因 是因为懒 而且 他有时候会说串 你看啊 我现在发现 回顾以前的视频 因为最近有人在挖坟 就挖我以前的这个视频 其实挖我以前的视频的人 可以看到 就是我现在搞得像 自己在 翻唱自己一样 就是我一直在 把以前说过的内容 加了一些例子之后 又重新说了一遍 然后可能因为 最近的粉丝量问题 导致浏览量变高了 其实有很多问题 我以前都说过 所以我不想自己 cost自己 或者是自己copy自己 对吧 我这个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把之前的视频 多去 看一下 好吧 然后呢 多平台的这种 多版本的 因为怕说串 因为怕剪辑错误 因为我没有使用 使用电脑 所以我就不多 多做版本了 而且 那些 不好的东西 也没必要 去说那么多 就你拿来 当为笑料 供大家 一乐 那是可以的 对吧 就是 类似于像 德云社说过的 德云社说过的 人不能低俗 偶尔说一说可以 你不能把他当一个 就是带颜色的脱口秀 主持人 对吧 你这个就不对了 而且 我还想强调一点 就是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像头条和 B站 他们的用户群体呢 又是不一样的 比如像 B站我记得 他的起家 应该是 游戏 和动漫 起家的 所以他的用户 年龄层次 相对来说 低的占大部分 那么头条不一样 头条和西瓜 看的人的年龄 普遍偏大 所以呢 我做视频 在说内容的时候 因为是版本统一 我也 也非常的纠结 因为有些话 的确不适合青少年 然后 在评论区 有时候看到那些 青少年看完之后 说我居然全看懂了 我觉得 我好罪过 就是 怎么可以让他们 过多过早的 去接触到这个东西 可见就是 互联网的这个发展 信息 爆炸时代 其实并不有利于 每一个人 因此我的言行 有时候也还真 就当粉丝量大的情况下 我还必须得控制一下 它不能是小范围的 那种 所以说 车我会继续开 但是尽可能的 不超速 不偏离航道 不翻车 好吧 这就是我今天想要 说的话 拜拜 拜拜 一会儿求房见 我会继续开 我会继续开 我会继续开